他是新疆棉花事件的制造者 繁花成了他的流量密码 诋毁父母抹黑祖国 成了国内重视之地的汉奸 在澳大利亚修复对华关系的关键时期 叛国者的他又出来冒头 他就是澳大利亚臭名昭著的提线木偶许秀忠 1944年许秀忠出生于甘肃家喻官市 并且是家里的独生女 家里的经济条件非常不错 父母便给他从小抱各种兴趣版 甚至聘请了老师对许秀忠进行一对一辅导 可以看出许秀忠的父母对许秀忠抱有很大的期待 对于父母的培养 许秀忠并不满足于此 在澳大利亚上学的时候 他总是跟班里同学抱怨自己家庭的不好 说自己的父母对自己太过严厉 让他感受到了压抑 甚至认为父母花钱培养他是中国计划生育导致的 从这类表现就能反映出许秀忠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 以及他对故土的否定是多么彻底 从这个意义上讲 许秀忠的教育是失败的 不过好在许秀忠学习成绩好 在高中顺风顺水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是国家211大学 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传媒人 此后不知是何原因 许秀忠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中国传媒大学 去往澳大利亚发展 到了澳大利亚之后 他晚上经常去讲脱口秀 主打的话题正是贬低中国人 在脱口秀的舞台上 许秀忠无底线的作践自己 以此博得外国人的欢笑 正是许秀忠在脱口秀节目中贬低自己的同胞和祖国 因此让他成名 然而许秀忠所产生的破坏性 并不是简单的脱口秀能比的 他从一个恨国者变成了一个叛国者 脱口秀的舞台毕竟不大 观众也有限 属于一个小圈子 后来许秀忠相继做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记者 在这个期间 他从一个小丑般的脱口秀演员 变成了不断抹黑中国的媒体人 因为许秀忠在中国出生 他对中国的抹黑造谣让外国人信以为真 并且外国媒体公司经常采用许秀忠的言论 以此来抹黑中国 香港暴乱时 澳大利亚华人进行了爱国游行 许秀忠就混入了其中 借此机会大肆宣扬中国的不好 一时间许秀忠在澳大利亚的名气更大了 因为许秀忠的无底线 他很快被澳大利亚一所战略研究所聘用 从这个研究所发布的文章来看 所写的文章全部都是抹黑中国民族主义以及新疆问题 2021年3月 许秀忠发布了一条名为 中国强迫维族人劳动的文章 并称这是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 有意思的是 许秀忠根本没有去过新疆 而是他通过卫星地图找到了证据 不知道许秀忠在编导这些谎言是什么样的心情 为了讨好外国人的青睐 居然脸也不要了 无耻的抹黑自己的祖国 可是这样一份完全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的报告 却引发了西方对中国新疆棉花的抵制风暴 随后美国借机出台了涉疆法案 我想许秀忠当时一定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自己抹黑中国终于被西方所认可 因为他的这篇文章 美国开始了对新疆棉花产业的制裁 禁止新疆棉花及其制品在美国销售 肆意抹黑新疆棉花在国际市场的形象 为什么美国要挑新疆棉花下手 事实上早有预谋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棉花生产国 而新疆则是最大的棉花生产区域 新疆砂质土壤有着18小时以上的光照 是棉花生长的天堂 全球顶级的服装厂都在用新疆棉 如果抵制新疆棉 中国纺织企业若再想要和国际企业合作 就必须使用进口棉花 那么欧美国家就可以在棉花价格上大作文章 吃掉中国纺织企业的利润 美国利用人权的幌子吃着带血的馒头 事实上新疆棉农根本不是报告中写的那样困苦 相反正是有了新疆棉花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过上了富裕生活 想生长在中国的许秀中 去往西方国家之后根本不会被白人所接纳 虽然澳大利亚包容性很高 但还是对黄种人特别歧视 为了融入澳大利亚的生活 许秀中找到了一条快捷之路 靠制造假新闻在澳大利亚生存下去 许秀中在成为西方网红后 便立即遭到了国内大量网友的拓码 看到这里许秀中又想到了一个路子 就是把自己从抹黑者变成受害者 到处对西方说 如果我失踪了一定是中国干的 可能也意识到了中国人对他的愤恨 估计这辈子他也不会回来了 对于这样一个叛国者 我们也没必要把他当人看 这种无耻的叛国者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在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国家 本来白人对亚裔不断有暴力事件 而白人对亚裔的歧视恰恰就是许秀中这样的人 所贬低抹黑的 无论许秀中怎么和中国做切割 他都无法换掉自己那张中国人的面孔 为什么许秀中会在澳大利亚如鱼得水呢 说起来许秀中和澳大利亚也是臭尾相投 因为澳大利亚患有最严重的受迫害妄想症 中国非但不是澳大利亚的威胁 而且还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 实际上还是帮助他改善生活的好伙伴 但是这几年澳大利亚总以为中国要害他 便主动当去了美国的小老弟 不少的时候比美国还激进 真是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无法理解 或许正是澳大利亚反华 所以许秀中也非常符合他们的要求 据说许秀中所在的那个研究所 是一个被美国资金供养蓄意污蔑和抹黑祖国的机构 澳大利亚能出这样的谎言报告 是澳大利亚整体学术界的崩盘 五年的时间里他交往了十多个男朋友 不仅如此 他还特别擅长和男性领导打交道 以谋求上位 这三观连澳洲人都看不下去了 许秀中仍不知悔改 他摇违起连 祈求得到新主人的启用 2022年臭名昭著的叛国者许秀中 也有五条出来了 随着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下台 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 澳大利亚就出现了微妙的态度转变 一方面急切希望改善对华的关系 一方面又有端着架子 确保不采取任何倒退步骤 未来澳大利亚的抉择 是让中澳关系往前还是往后 可以说是政治的重要时刻 而目前阿尔巴尼斯新政府有心 在各种涉华议题上做出变动 但这就触及到了美国的利益 在新疆棉时间后 被冷落的许秀中又有了用武之地 在反华派的包装下 许秀中甚至被塑造成了一个 受害者形象 但是谁都明白 许秀中这一行为 不过是为澳洲刷新政绩罢了 他以为他得到了澳洲政府的聘用 殊不知他只是一颗棋子而已 许秀中或许可得一时之力 然而谎言终究会被戳破 在澳大利亚利用完价值之后 他就会被榨干 许秀中依然难逃被抛弃的命运 除了秀中依然难逃被 在澳大利亚利用完价值之后 在澳大利亚利用完价值之后